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為一隊球隊的經理人 這個角色可以說是舉足輕重 足球、籃球經理人可能聽得比較多 美式足球隊經理人,你也聽過嗎 原來這項香港比較冷門的運動 也有人在背後一步一步推動他的發展 我叫Jason 現在我在戰英中是其中一位經理人 我現在正在跑馬地的運動場 就是我們今天去球隊的練習 我們多數是逢星期六或逢星期日 看我們是甚麼運動場 我們每個星期就會練習一次 比較好 以前我哥哥也有打過美式足球 那段時間他也是打這隊戰英 所以我那時候… 二來,我自己也想在大學的那段時間 想試試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想玩美式足球和接觸到這對球 大學在三年開始 差不多是18年開始加入 當時很短暫地玩了一段時間 因為受傷,最後沒有做球員 如果是計算經理人的角色 應該是19年開始 為何想轉為經理人的角色 因為當時我受傷後打不到 在美式足球場上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要盡力 但如果這個傷環 令我不能盡力 我覺得不如不要打 然後我想會否有另一個身分 可以幫助這對球 甚至可以令更多人接觸 在美式足球的運動 所以我決定不如在這對球 以經理人的身分 繼續幫助這對球 為何當初會接觸這個工作 其實我也是自戰的 因為當時看到現在的經理人 他本身支持這對球有多辛苦 加上當時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如何可以在球員以外的身分 去幫助這對球 不如我嘗試在管理人的角度 去幫助這對球 於是便開始接觸到這對球 以前這對球 可能有一個隊長幫忙 但人只有一個 只有兩對手 如果我也可以幫忙 那會令事情好很多 我們經常聽到經理人的名字 那究竟美式足球經理人的身分 有甚麼重要職責 例如在球場上會做一些 感覺支援 例如剛才我們會幫忙拍片 或在場上每個節奏幫忙計時 或是球員受傷 我們怎樣幫助他們 這些是每一次練習的事情 因為球隊有很多不同的節奏 我們要確保每個節奏都是按照時間 所以令事情不會後退 所以我們每一部分都要繼續試 究竟用了多久 或可能他們有些特別的項目 例如剪刀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有些東西要改變 即他們有些練習的節奏要改變 我們也要提醒他們 如果我們真的舉辦主場比賽 或是香港有比賽時的一些物流 即是工資格上的東西 我們要配合好 我們去到球場的時候 就是幫忙拿這些物資過來 幫忙設置場等等 去到比賽中間的時候 可能幫忙看看球員有否有甚麼狀況 突然出現的時候 可能要立即聯絡不同的派對 去幫忙處理 可能我們不是在香港比賽 可能在外國比賽時的一些酒店 交通之類 其實我們也要看怎樣處理 球場上的東西,當然就是球場 但可能一些文書上的東西 或者有些地方要配合 可能我們沒有電腦就可以了 Jason隨時都會為球隊處理背後工作 無論是跟進球員相併的記錄報告 或者是球隊內部活動 譬如他何時發生 為何會弄傷、弄傷哪個位置 然後他之後會怎樣處理 這是我們訪問的 然後他後面是誰跟著 何時會康復 有甚麼更新的東西 就會變成對醫會更新的東西 我們會在這個時候 會知道整個情況 現在是十周年,可能有些特別的衣服 可能球員想訂購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一個項目 究竟他想扔甚麼、扔甚麼 也是計算錢 還有之後再出貨給球員的時候 我們也是跟這個項目 派回他們訂購的東西 美式足球在香港 絕對不是最主流運動之因 照顧看,還有很多人 以為他們就是籃球 Running back是一個 一走出來一拿球開始 就已經被人瘋狂虐待的位置 一看到你拿著球 其實那十一個防守 就會全部衝過來 想拿你的球、撞你 各樣都有 Running back是當你全球的時候 那個進攻不順暢 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自己屬於攻堅類型 就是你抱著球 你就衝出去、死出去 那些類型的東西 四分位其實是 台幅有進攻的一個項目 這個場上其實他是負責 做很多不同的溝通 包括他告訴大家 要做甚麼戰術 他也是負責全球 負責把球給跑位 所以四分位在進攻而言 是一個中心的人物 他會負責協調不同的位置 讓進攻可以獲得分 因為他不是經常被撞或撞人的位置 他做的工作多數都是把球傳給不同的人 而且他要做很多不同的決定 令隊伍可以慢慢進攻 取分 所以其實他在身體失措上需要的特質 跟其他位置是不同的 其實D拉就是防守組最前線的位置 他負責一些很大力的衝擊 一些很堵塞跑陣的工作 主要是給壓力對方進攻的四分圍 讓他進攻的節奏破壞了 打這位的特質 如果先說外形的話 最好就是要有上下的重量和身形 因為他的對手都是一些很重磅 很大隻的人 可能超過250磅的對手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本身身形 都已經有超過200磅以上 這是一個比較有利的鮮決條件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身形的話 他都可以憑著一些練習技巧 去打好這個位置 外界只會看到前線比賽球員 往往會忽略背後 默默低調協助的推手 作為運動員的背後之處 Jason對於這個角色 有自己一套信念 對於一個球隊來說 這些汗次瑣碎的東西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人做 就真的沒有人做這部份 大家無論是甚麼崗位 大家都是齊上齊落 無論贏就一起贏 輸就一起輸 我覺得Chris就是我們的班主 他是一個很肯給我機會 當初我可能自己 還是在球員身分上 是一個新人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我… 當時很多東西都不太懂 他都願意給我機會跟蹤 當時有一個想法 就是會否在球員以外的身分 我也是膽粗粗地問他 他說不如我在球隊後面 看看有甚麼地方可以幫忙 他也是第一時間答應 好 美食足球 Odell Beckham Jr. 勤力,而且不肯放棄 要堅持,因為訓練的過程很辛苦 而且要有進步的心 每一個看著隊友贏球的時刻 我覺得很難忘 尤其在這段時間 可能有些隊友打完一場球後 會移民等 其實這些勝出後慶祝的時刻 或是跟他們打最後一場的時刻 是令我最難忘的事 Jason其實對於運動很有熱誠 他依然會繼續做健身訓練自己 今天我主要是做一些 我自己的強力和狀態的訓練 可能我現在也不是… 我現在未必是打美式足球 但可能我在其他運動上 也有些表演 可能有些地方需要加強 我也會在這裡做訓練 在這裡至少每個星期都有一天 多數都是像今天這樣 在球隊訓練之前 我會先過來這裡做健身 現在做健身的目標 是想自己健康一點 不是因為我不打美式足球 就像瘋了 我覺得做運動是一個 令自己不會那麼困難 所以每一天都要做運動 令自己不會太懶散 好,做吧 好 最後一場 做完就完成他 就走了嗎 對,他就完成了 我們放他走嗎 對,放他走 身為一個球隊經理人 有很多瑣碎工作 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 肩負這項看似細小的工作 亦是這種付出 成為球員的重要之處 我覺得幕後的角色也很重要 例如練球時點名 例如練球時 我們需要拍攝影片時 他也會幫忙組織 除了他外還有其他人 一起去他們幫忙組織 如何拍攝影片 去拍我們練球比賽 然後練球時 幫我們計時 甚麼時候要到下一個練習項目 而去到比賽時 他們的工作會更加忙 例如關於比賽的物資 例如水、比賽計分的東西 計算我們有20千的東西 這些所有比賽的物資方面的物流 他們也要考慮 是因為有他們才能令球隊的運作 無論是在練習上 或是在比賽上 接下來我們有聯賽打的時候 他們幫助我們在幕後 在行政上也好 在物流上也好 如果要確保運作、暢順時 就會令球員更加專心去打比賽 球員可以很專注地做他們應該要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兩者的關係很大 亦是因為有幕後的支持 我們才能有一起作戰的感覺 Jason的角色在練習幾個小時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協助的角色 譬如說他要知道熟悉三個小時內的 練習的細節,甚麼時候夠時間 我們都會問他 或者突然有人受傷需要支援的時候 Jason可以幫忙協助 其實Jason負責… 我們稱為他為經理人 或是稱為經理人 但其實這個語言是很廣闊的 跟何況 我覺得有點不斷了他的角色 其實他要我們… 作為選手 我們本來只是喜歡這個運動 然後我們每個星期拋他身 練習三個小時後 但其實Jason背後 可能是一次日的… 星期或星期 每一天都有幫助我們 做一些不同的委員工的事 例如… 球員的資料、市場、市場、 職業、職業、職業 即使我們去離開遊戲時 有些酒店的事都要他幫忙做 所以其實他的運動是… 就是說經理人 其實我覺得會被壓迫他的努力 我們做選手就做不到他的事 所以要我們去做… 要我們去玩這個運動 就需要一個像Jason那樣的人 肯扶出、肯做這件事 即是用不支付 就幫助球隊做這件事 Jason是我們的委員同事 其實他是球隊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其實Jason日上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其實我們能夠支撐到 我們可以平時去練球 甚至乎比賽都可以一起做得很順利 我會支撐到一個動量 譬如他幫忙做了很多不同的… 背後幫我做了很多委員的工作 譬如在練球的時候 他會幫我們做很多… 去記錄時間的計劃 他會幫我們拍片 然後把我們之後的影片 上載到我們的… 即上載到網上給我們球員去評價 所以在這些不同類型的工作上 Jason有幫助我們 令我們可以練球 甚至乎比賽都很順暢地進行 究竟美式足球現在在香港發展得如何 又可以怎樣才能接觸到這項運動 我們才會舉辦一個工作燈營 那個營營其實是… 我們連續四個星期的練習 可能我們會舉辦一個工作營營 可能頭兩個星期會是一些基本功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 例如接球、如何取得好的球 打擊和打擊的動作 這些基本功 會在頭兩個星期的練習會教 到之後兩個星期的練習會是一些… 例如他想打跑位的 可能他想做外接手的 就是這兩個星期 有一些專項的訓練 例如外接手的練球是怎樣 或者跑位有甚麼 技術是要注意的 一些基本功教完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些… 可能每一個位置專項的一些技巧 去再教他們 這就是整個星期營營的內容 讓他們多玩這個運動 知道美式足球是甚麼一回事 如果他們覺得有興趣 他們就會想加入我們 他們加入了這個球會後 他們當然是一直保持跟操 他們只要跟操的時候… 可能他們在跟操的時候 他們會… 他們說他可能在球賽中的時間較長 所以出場的時間一定較長 我們就會看看誰… 我們是良性認真 看看誰實力較強 他自然上場的時間會較多 在香港除了有戰英美式足球隊之外 其實還有兩隊美式足球隊 一起默默推動這個運動 相信他們的關係是很微妙的 香港現在有三隊美式足球隊 其實除了我們戰警之外 還有兩隊分別 叫殺人騎和硬頸蛇 我會怎樣形容這三隊球互相的關係 我覺得… 我會用戰友來形容 因為打美式足球的也是這個圈子 我覺得大家都是老對手 大家互相尊重 而且大家都是有心推動美式足球的發展 為了保持競賽狀態 戰英除了行常每星期訓練之外 更會在今年年中遠征廣州 進行友誼賽,繼續備戰 身為在背後協助球隊的 經理人之一Jason 究竟球隊帶了甚麼給他 以及如何一直支持他 做每一項工作 我覺得是一來跟隊友的關係 除了隊友之外,大家都很友善 除了練球之外,大家也會穿出來吃飯 聊天 而我覺得這隊隊對推動美式足球的運動 很有熱誠 滿足感都是來自每個球員 可能我完成了每一場比賽 或每次練習完畢後 都會跟你說一聲謝謝 其實已經很足夠 因為你在背後幫你 別人都不會跟你說謝謝 但這就是他們快自內心地跟你說一聲 其實對我來說已經很足夠 戰英由球員到後勤團隊 都對這項運動投入100%的認真態度 不論練習 可能他們每一項工作都很專注 去到球場外 可能我們在辦新型的運動 他們都很想更多新的人加入 令更多香港人留意 或者喜歡美式足球的運動 對於球隊未來的發展 亦有憧憬 我們都會嘗試在不同的媒體上 去跟大家分享 美式足球的運動 我們遇到一些趣事、難題之類 我們都希望從戰英這角度 即我們對球的角度 在媒體上跟大家分享 在球場內 我們這對球的目標是 獲得全國冠軍 在我們聯賽中 在球場內 我希望有更多人留意到 美式足球的運動 起碼有一個位置 當大家都懂得分 美式足球和籃球的分別 有甚麼分別的時候 我覺得在初步來說已經成功了 穿著球方的運動 接近來到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